每到过年都会伴桌宴请街友以及弱势民众 外号挂包级的料融机 在昨天短午节发送了两千颗粽子给街友以及弱势民众 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度短午佳节 拿着扇子 扇牙扇 这样散 帽子 全副武装 顶着大太阳排队就是为了这一袋袋的肉粽 为了让街友及弱势民众也能够吃到粽子 享受年节气氛 挂包级连续第七年在端午节 自掏腰包购买便当及肉粽发给街友 最近几年开始有其他善心人士加入响应 今年与卢州郑德公合作 花了十五万元买了两千颗粽子 及五百个便当送给街友 不到半小时就发个精光 看见人手一颗粽子挂包级觉得好满足 各界也都愿意捐款帮忙 未来这样的善举也一定会持续做下去 让台北街头增添温暖 记者朱子一郭俊林台北报道 对李平看才新载动的 抱讨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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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tube